那就是参加节目之后 就是有对石头的教育方式上 有没有就是做法 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看到我跟石头的关系 其实我们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关系 绝对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 这个老爸严厉到好像不能够礼遇的地步 我们俩很哥们的很好的关系 那其实这个石头成长到今天 能够这么健康 这么一个壮的一个小伙子 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 那当然跟老爸老妈的教育分不开了 那其实我作为爸爸来讲 我们家是真是属于这种严父慈母啊 爸爸的这种对于孩子的比较危严的一部分 或者对于他的有些毛病或者是错误 需要改正的部分呢 爸爸的肯定还是要多在这方面做一些 同时呢跟孩子呢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交流 越来感觉到这种交流很重要 因为他确实在这几个孩子里头呢 属于年龄偏大了 马上快七岁了 然后有些想法 你不能太过武断的就跟他去说 或者是你不告诉他一个道理 他可能就会怎么说 会穿帮吧 或者是会让你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的一些缘由告诉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明白一些 他可能会很好的去配合 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经常用这种方法呢 就跟他去交流 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 师傅已经很疲惫了 那你是怎么要劝说他要继续配合 他很兴奋 他每回见到这些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没看刚才在休息室里面 哇 这几个孩子完全的就已经 都快把这个房顶给掀了 然后一块做游戏 一块再捉猫 捉迷藏啊 还有就是大家就是 吃东西啊 喝东西啊 然后就很开心的样子 真是像过年一样 所以他这时候还属于亢奋阶段 估计回去以后给他泡个澡 可能马上就能冷静下来了 那你作为一个父亲看到 是非常疲惫的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 一丝丝的愧疚 怎么说呢 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活动偏多一些 但是我觉得 到今天为止吧 要过年了 然后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给孩子有很好的一次锻炼 爸爸去哪呢 对于孩子成长是有特别大的帮助 那到过年了呢 又有那些人邀请我们参加节目啊 湖南台这边呢 也是热情的邀请我们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大家过年了嘛 那么喜欢石头 来凑凑热闹 或者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 克服点困难吧 好在还放假了 刚才王老婆 他接下来有个信息 也会跟其他几位爸爸合作 之前跟你说过吗 其实这个深度合作 大家五个爸爸 其实都会有一些交流 都会有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就是看时间 看角色合适不合适 其实自己我自己 现在也自己抓了一个项目呢 我想很快也会 也就是提到历史上来了 过完年以后呢 也许可能跟五个爸爸 都会有一些深度的合作吧 那如果说要是参演的话 谢谢 谢谢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如果要是参演这部戏的话 出演王老师这部戏团 会不会在片头上 给一个有情价呢 都已经混成这样了 成一家人了 这时候谈价钱 好像是伤感情了 没法谈了 因为前一段 他比方他那个微电影 说你过来录一段吧 好吧好吧好吧 然后抽出了特别短的时间 然后他说 哎呀 老郭谢谢了 好像是很通过微信的方式 我说哎没事 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啊 其实怎么说呢 这些 大家哥们呢 除了在这个节目里头 有这么好的一次 一次体验 一次合作吧 那我想更多的后面呢 在工作方面 在影视剧的方面 创作方面呢 可能还有一些 互相的帮助 互相交流的机会 我很珍惜这些朋友 好 谢谢 看搜狐视频 胜过做大宝剑 我是大鹏